我是宜城村支部书记潘文革 2005年8月15日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到安景宜城调研 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云山 之后宜城就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12年来我们坚定不已地践行两三重要思想 城民人均收入也从2005年的8732年 增加到2016年的35895年 如今的宜城每天都有来自前五各地的考察团游客 前来参观学习 今年一到八月份平坚每天就有25匹团队 目前全身上下宁城一股省 要以更高的标准把宜城规划好建设好 生态美 产业性 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是我们的共同期盼 相信党的十九大将进一步呼应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更好地贯持两三重要思想 补齐生态蛋白 让更多美而富的鱼层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绝望 作《新序教教教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